当地时间10月23日下午1点50分,一架飞机突然坠毁在美国南加州的高速公路上,造成道路堵塞,飞机均毁后找火,驾驶员为洛杉矶消防队救起。 消防队表示,这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。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,造势飞机的驾驶员大约40岁,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资深飞行员。 当机身坠落在高速公路上着火时,危紧急突火,当地公路时罗顿呼吁驾驶员避开造势路段,同时也将路间清空以便救援的车辆行驶。 有路过民众经过路段拍下实施的飞机,并上传至社交网站,在照片中可见飞机着火的画面。 据外媒报道,坠毁的小飞机,是一架二战老式教练机,为美国制造的AT-6德州老式教练机,但造势飞机采入了二战德国空军的土装。 据肇事飞行员表示,飞机坠毁的原因是发动机失效,因此,他选择高速公路上,车辆较少的路段迫降。 很幸运的是,虽然飞机坠毁,但没有任何人受伤。 据洛杉矶班努伊斯基厂,Vanue Ways,表示, 就是飞机来自洛杉矶突英中队飞行俱乐部Condor Squadron,这个飞行力组织的不分成员,是曾参与二战的飞行员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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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